菲律宾卫生部在8号晚间宣布 新增了4名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而其中一名38岁的台湾籍男子 曾经与我国第44例患者接触过 外界就质疑了 两个人究竟是如何感染的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步研判 因为这两个人的发病日只差了一天 再加上案44的两名室友裁剪都是阴性 因此推测 在菲律宾感染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而台式新闻也掌握到了独家消息 其实这名在菲律宾确诊的台湾籍男子 是在1月中旬就前往菲律宾 只有在3月1号接触案44一整天 没有想到呢 在3号就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 后来5号得知案44确诊之后 隔天赶紧就医裁剪 于8号确诊 而目前呢 在非国工作的台籍人士 还有4个人都曾经跟案44接触过 而现在也都在居家隔离当中 菲律宾卫生部8号晚间公布新登4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一名是38岁台籍男性 曾经与我国第44例患者一同出游 外界好奇两人到底是如何感染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菲律宾见面的 所以说他们如果受到暴露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是在菲律宾受到这里面的暴露 根据台市独家掌握消息 这名境外确诊的台籍男子在1月13号飞往菲律宾 原本2月中旬因为疫情关系想返台但未能成行 2月28号案44前往菲律宾旅游 这名男子在3月1号陪伴他一整天 没想到两人却先后在2号和3号出现胃胀腹泻以及轻微呼吸道症状 后来5号案44在台湾确诊 隔天这名男子得之后在菲律宾就医裁剪 8号上午也确诊晚上更出现发烧症状 我国专家进一步离清感染源 发现案44的同住室友裁剪都是阴性 因此研判两人可能都是在当地被感染 我相信他们知道的结果之后会跟我们讲 如果还有其他的人的话会跟我们来联系 那他的亲密接触者也应该是在居家 个离至少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出境的 根据消息指出目前在非国工作的台籍人士 还有4人都曾经与案44有接触 但现在都没有症状正在居家隔离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似乎尚未完全掌握相关资讯 万一这些民众有意愿返台 是否需要比照钻石公主号乘客办理 有没有疑虑就怕成为防疫破口 记得陈紫凡离心台北报道 我们下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